前段时间,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曾看到过这样的新闻 那就是,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 西伯利亚永久动土层开始融化 科学家们在这些融化的动土层中 不仅发现了大量一万段年纪的古生物尸体 甚至还发现了大量远古时期的细菌病毒 在刚开温室效应带给我们的危害之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仅仅西伯利亚动土层里 冰封的这些远古生物,远古细菌病毒 就已经足够让我们感到震惊 那南极的冰盖下面又会是咋样的一派景象呢? 大家好,我是打川 关注我,带来更多有意思的科学知识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一起深入探讨下 南极冰盖下面到底隐藏了咋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 就已经有人提出过有关南极冰盖下面是什么的猜象 当时有部分科学家猜测 在前苏联南极科考站东方站的冰盖下面 可能存在大量的湖泊 我们都知道,湖泊、流水都是活的 在哈岚的冬天 即便湖泊、河流的表面都被冻成了厚厚的冰层 在它们的底部依然会存在活水 南极也一样 虽然我们看到的南极是一片白雪矮的景象 但是这仅仅是冰盖上方的景象 在这层冰盖的下方 也就极有可能存在湖泊甚至其他地带了 不过,介于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 科学家们还能对南极冰盖的下面进行进一步的探测工作 这也就使得上面的猜测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了 虽然如此,但是等到1991年 有科学家在通过记载雷达对南极地貌进行勘探的过程中 无意间发现了南极冰盖下面存在大量的异常反射区 后来科学家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这些异常反射区 实际上都是因为冰盖下面存在湖泊造成的 科学家的这一发现 不仅正是南极冰盖下面确实存在湖泊 而且,湖泊的数量也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想的 截至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已经发现的湖泊数量就已经达到了400多处 但是,随着这些湖泊的发现 科学家们却又陷入了思考 那就是,既然南极冰盖下存在大量的湖泊 那这些长区与外界隔绝的湖泊 有是否有可能存在生命呢? 要想对冰盖下面湖泊里的生命进行探测 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冰层进行钻探工作 将钻探取得的冰样或者水样进行分析研究 虽然这种方法对技术要求和紫金要求都非常大 但是,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 同样是在1991年 在发现南极冰盖下存在湖泊之后 俄罗斯科学家便立刻开始着手了 对这些湖泊更进一步的探测工作 当时,他们所要探测的湖泊 是南极冰盖下最大的湖泊 沃斯托克湖 它的总面积最有15000平方公里 这是湖泊坐落的具体位置是 南尾77度 东径105度 距南极海岸线1500公里 海拔高度约为3500米 由于高海拔 在这上南极原本就极低了气温 该湖泊所处位置的温度 一度低至了零下53摄氏度 这样的海拔后气温 一直成了科研人员进行钻探工作的最大阻力 直到2012年2月8日 在钻控深度接近4000米时 冰下湖泊的水 才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喷涌了出来 钻探工作也终于宣告成功 不过话说后来 钻探工作的成功 也仅仅是对南极冰下湖泊生命研究的开始 经过一年的研究工作 科学家于次年正式发表了一篇相关的乱文 乱文指出 研究人员在南极冰盖下的湖水中 检测出了大量单细胞生物的DNA片段 之后通过对这些DNA片段进行测序发现 在湖水中至少存在3500种不同的生物 这些生物不仅包括一些远古细菌 还包括一些适冷微生物和一些适热微生物 适冷微生物的存在不难理解 毕竟南极是一个极寒的环境 这种生物的存在 也就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但是适热微生物的发现 却又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证据 这些证据可以很好的证明 在南极湖泊下面实际上是存在热液的 热液在深海中 被人们称作是深海绿洲 而在这片湖泊的下面自然也不会例外 热液的存在 能够给大量生物提供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元素 在深海热液附近 往后伴出大量活跃的生物全落 如果湖泊下面也存在热液的话 相信在热液附近 也应该会存在大量的生物全落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意味着 在南极边盖下面的诸多湖泊中 或许真是存在着 由远古生物组成的生态系统 不过 至于这个系统发展到了残印的程度 目前我们还是无从得知的 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那就是南极冰盖的下面 一定隐藏着无数的未知 等待我们发现 说不定冰盖下面还会像西保利亚洞土层一样 并封着大量史前的生物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将它们发掘出来 这将为我们对古生物的研究工作 提供巨大的帮助 当然 这只是一种假设 至于南极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再来一期慢慢揭晓 本期节目到来就结束了 我是大川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